韩国瑜访美在桥宴上高呼明年1月11日见 一席话是否暗喻了这2020选定了引发讨论 对于韩国瑜声量持续看涨 国民党基层隔海铺路 立委飞鸿泰提出要为了韩国瑜 将初选提名程序延后到6月 必须得承认我这个考量是帮韩国瑜在考量 柯文哲他要联署势必是在6月份 民进党的初选结束大概在5月底 而且有两个月的时间让我们主席去协调一下 另外两位想要参选的人 可以看到这两天在电视上看到侨胞都是 非要韩国瑜选这个总统不可 那当然韩国瑜无论是坐教或抬教 在明年整个大选当中它确实有加分的作用 那我相信民意的想法民意的这个态度 他应该都非常清楚才对 栏尾态度已不言而喻 但决策关键人物党主席吴敦毅 表态不选之后如何协调党内 按照初选规则走得太阳成为后续考验 党主席要站在第一线 至于其他的大家如果不能以核为贵的话 我就建议我们那些大佬们就少说点吧 蓝银积极为韩国瑜披荆斩棘 而韩国瑜哈佛大学演讲大谈两岸关系 提及台湾领导人 最大挑战是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 再将枪口对准蔡英文国家政策 惹来绿委一阵猛酸 哈佛有演讲吗 他到哈佛有演讲 那个是叫演讲吗 那闭门座谈会叫演讲 故意大家回来投票这也是对的 但是是不是可以真的是在保卫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民国被变成一国两制 这才是人民要思考的方向 韩国瑜拉高发言位置 被绿营当作头号对手看待 蓝银党内氛围也逐渐走向定于一尊 韩国瑜选不选 访美回台后情势会更加明朗 欢迎讯论检议林张远春台北报导